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昨天就在社交平台Twitter上 轉發了一條抖音的影片 這條影片就是講述 說中國已經是出現了所謂的新四大發明 趙立堅一轉發完這條短片 馬上遭到了大量網民的恥笑 說他的致力水平只是和五毛差不多 實情莫說所謂的新四大發明是愚蠢 就算是舊的四大發明 即是火藥 造紙術 印刷術 和火藥 本身也是找笨實 以下 我們就逐一跟大家拆解一下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 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趙立堅口中的所謂新四大發明 究竟是包括了什麼 原來就包括有高鐵 共享單車 行動支付 和電子商務 趙立堅真的不知道何謂發明 老實說這四樣東西 沒有一樣的技術或者概念 是由中國發明或者提出的 全部都是 引進自外國 比如說首先講高鐵 高鐵 為什麼會說是中國的新四大發明 理由就是 中國高鐵的總里程 就已經超過了三萬公里 佔了全世界的三分之二 更加是遠超日本 和法國等發達國家的總和 大家一聽就知道不對勁 這個數據 僅僅就是代表 中國之前錢太多 而且就要把過剩產能解決 所以就以 鋪設高鐵路軌的形式來進行 那就不代表高鐵是由中國發明的 實際上高速鐵路的技術 最先就是由日本和德國等等的國家 研發出來 中國究竟有什麼自主研發的高鐵技術 而且是要完全沒有外國技術含量的 到底是有 還是沒有 如果純粹說 高鐵的總里程全球最長的話 也都並不代表 中國的高鐵技術是領先全球的 這件事根本當中就沒有任何的邏輯關係 實際上日本現在就是建設中央新幹線 將會貫穿了東京和大阪 這條中央新幹線 最高時速是可以做得到 505公里每小時 市民 中國說到自己這個高鐵是新四大發明 你發不發明到一條高鐵線 那個速度是可以走到505公里 可能我孤陋寡民暫時就不知道有了 好了 至於第二件事就說到這個行動支付 實際上大家都知道 無論大陸用微信支付也好 或者支付寶也好 甚至最新的一個叫做數字人民幣也好 表面上來說當然就是要方便營商 但是實際的操作上 使得大陸當局 是可以更加方便監控資金流向 同時也是可以方便割韭菜 若然有些人將資本收入 門報納報的時候 當然 在大陸的稅務部門的眼中 自然就會無所遁形 所以 這個所謂行動支付 對於市民來說 實際上當然是有辣有不辣 比如說在日本 其實別人一樣是有這些 所謂行動支付的技術 但是很多日本人偏偏就不喜歡用信用卡 或者是這些電子支付的形式 為什麼他們就不想 將自己的消費足跡 是被當局來監控得到 所以很多日本人仍然傾向使用現金 我想沒有人會覺得 日本的科技水平是會低過中國 而且說到什麼行動支付 實際上在九七之前 香港就曾經一度領先全球 憑著八達通的晶片 就已經是很威風 只不過 香港近二十多年以來 沒有再發展下去 而且這個行動支付 也不是大陸首創的東西 不知發明之說 從何說起 第三件事就是什麼呢 就是所謂的共享單車 實際上真是虧趙立堅 還可以這麼自豪地說出來 這個所謂共享經濟 泡沫一早就已經爆破了 是不是 大陸有多少所謂共享單車的墳墓 全部都是那些 熊熊爛爛的共享單車 丟在一邊 沒有人用 而且這個現象在香港也曾經出現過 是不是 本來就搞到整行整市 周圍都拍攝這些共享單車 現在搞不搞得起 終於就是搞不起 根本上就是把過程的產能 全部整成為單車 將那些橡膠做車輪 實際上對於經濟發展的貢獻又有多大 除了說共享單車以外 大陸還有很多東西都共享 又共享汽車 又共享雨傘 最後沒有一項是搞得成功的 全部都是 衰收尾 爛尾收場 知道根本上所謂的共享經濟 就已經是藍柯一夢 還好意思拿出來標榜 最後一樣的所謂中國新四大發明 就是電子商務 抖音那條影片就提到 說在2017年 中國線上消費總額 達到9000億美元 網購品類 滲透率達到36% 遠超歐洲和美國 我的看法就是 就算中國真是線上消費總額 全世界第一也好 沒有什麼架勢堂 為什麼呢 因為你要人均消費總額 都是全世界第一才是很厲害的 現在人均消費總額 排第一是誰 又是美國 而且這裏都是說線上消費總額 如果是包括線下 一樣是美國排第一 所以 這個所謂電子商務 有什麼值得威水 真是想不明白 況且大陸有不少的商貿平台 都是在賣流貨 賣A貨 賣山寨貨 不是連這些都值得拿出來標榜 新四大發明就已經這麼愚蠢 說一下舊底的四大發明 為什麼我說這四大發明其實都是流貨的 我們逐一來檢視一下 先講這個造紙術 本來中國說 東漢時期 塞倫造紙 已經是很先進 但是 其實這個造紙術 早在公元前三千年 距離現在五千年的時候 已經由埃及人發明了 當時他們所用的紙 就叫做 沙草紙 當然就比賽倫那隻的纖維紙 比較粗粗 但是以人類的文明發展歷史來講 誰首先發明的就應該是他來標榜才是 我不是說塞倫抄襲埃及的造紙術 我相信塞倫也有他自己的發明 只不過 東漢時期的而且確是遲過公元前三千年 所以你說這個造紙術 是不是由塞倫首先發明呢 就不是 好了 至於說這個火藥 實情中國那隻火藥就是黑火藥來的 專門用來製作炮漲 這隻黑火藥其實就是源自於 古時道家那隻煉丹術 好了 如果是用在戰爭上那隻火藥 即是放在紅衣大炮 一射出去 其實就是黃火藥來的 黃火藥和黑火藥的成份和含量 完全是不同 至於紫藍針又怎樣呢 中國那隻紫藍針 古時其實都是用來看風水 如果要用在現代航海意義的紫藍針 也是由歐洲人所發明的 好了 到最後就是所謂的印刷術 北星在宋代的時候就發明了所謂的 活字印刷術 但是根據一些 歷史考據發現得到 其實活字印刷術 最先就是從波斯 引入到印度 印度印了很多的法經 從印度再傳播到中國 所以活字印刷術 早就已經在印度和波斯出現了 當然 北星那隻的活字印刷術 是經過改良的 他是用泥來做字粒 不過在他發明完這個活字印刷術之後 其實主流來說 都仍然是用刁板印刷 所以他這個發明在當時都並不說是那麼流行 所以你說無論是新的四大發明也好 舊的四大發明也好 那個含水量都是很高的 即是吹水 接著就再講一下新華社今天那篇社評 他們就說強行關閉孔子學院是政治迫害 首先都不要說什麼 藉著孔子學院去搞什麼政治滲透的東西 首先就是想問一下 究竟批林批孔是由哪一個推動的呢 批林批孔又算不算是政治迫害呢 批林我們只是說林彪 孔是說誰呢 究竟中國在文革時期 是毀壞了多少孔廟呢 那究竟是誰才是真正地對孔子進行政治迫害呢 好像呼之則來揮之則去 毫不尊重的 喜歡就放你上台 不喜歡就趕你下台 好了現在弄了很多那些所謂孔子學院出來 美其名就說是語言學校 或者是中國文化的學校 但是有很多外國都說要搶住關閉這個孔子學院的 就指控說孔子學院 是一些政治滲透的機構來的 當然大陸政府就是例牌否認的 跟著我就再想說 信報的余錦然專欄前幾天就曾經提過 說特區政府 想將這個中秋節翌日 改為孔子的聖誕 我就覺得這些這樣的做法 一來就是將官理大 根本上就算你計新歷也好 舊歷也好 這個農曆的8月16 根本上就不是孔子的誕辰 你何來是 夾眼握一日給他 改了個名叫做孔聖誕 這些是不合規矩 不合乎傳統的儒家禮教 這些就叫做明不正言不順 他都不是那天誕辰 那你為何那天被他變成孔聖誕呢 為了方便 不想增加多一日的公眾假期 但是又想在現有的公眾假期當中 去修改 你又拿了中秋節 去改 雖然中秋節8月15 就是 跟孔子的誕辰很相近 但是也不是那一天 不是那一天就不是那一天 如果你說在那個月就行 你不如改重陽節吧 你又不合勞數 這些也是 第二 所謂上有好者 就下必甚言 為加陣線 你特區政府 主動說要將這個孔聖誕 列作公眾假期 究竟是不是要為了迎合上意 是不是要為了拆鞋呢 因為大陸勇敢推廣這個孔子學院 難免令人有這種感覺 因為做這件事本身就是多餘的 你改來改去有什麼作用 你加多日就好過了 我想 你說要加多日 孔聖誕作為公眾假期 下二七勞工假期的話 沒有市民會反對 除了商家之外 好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